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怪地看着我 老婆 我怎么会光溜溜地睡在卫生间 你有时间在这里捣鼓奶茶 怎么也不管管我 这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昨天喝得烂醉如泥 一回来就像疯子一样脱衣服 自己跑到卫生间地板躺着 怎么拉都拉不动 要我怎么办了 我继续弄奶茶也不看他 那你好歹给我披件衣服嘛 熊脸见我不大高兴 小声嘀咕 进屋穿上衣服过来说 老婆 昨天真对不起 错过了你的生日 公司临时决定聚餐 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就被他们拉走了 要不今天再补过一个 不用 看你昨天喝醉了都还记得给我带生日礼物的份上 放过你了 我说着把调制好的奶茶递到熊脸面前 来喝喝我新调制的芋泥波波奶茶 好喝 老婆的手艺就是好 这款新奶茶一定会大卖的 熊脸刚喝一口就夸张地竖起大拇指 见我心情不错 他试探性地看着我说 那个老婆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咱之前不是说等买了大房子 再接我爸妈来住 最近我妈身体不太好 我想要不咱先买个小短的两居室 一来爸妈单独住 我俩也不用担心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不合 二来我们俩压力也可以小点 尤其是你 这几年为了攒钱买房都快瘦成萝卜杆了 好啊 我爽快地答应了 熊脸脸上乐开了花 随即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不过 房子得写我的名字 不然别向我投资一分钱 老婆 熊脸刚想开口 我起身出门 临走前补了一句 想好了告诉我一声 关上门 听到里面隐约有叹气声 我吸了口气下楼 我从小成绩不好 高中没读完 就出来做生意 一开始我在街上卖麻辣套 因为味道好 价格便宜 很受农民工和学生们的欢迎 很快我就在大学城附近开了家店 生意很火爆 忙不过来就只好招小工 在大学城里有很多大学生会做兼职 熊脸就是我的小工之一 熊脸家是农村的 因为家里是精准扶贫户 他的学费有国家资助 生活费只能自己打工解决 熊脸是学霸 成绩很好 经常做完事情就在店里学习 我从小就非常崇拜学霸 自己又比熊脸大两岁 很照顾他 他经常遇到什么事情都会问我 渐渐的我俩无话不说 熊脸保送本校研究生那年 我俩在一起了 虽然学校包学费 每个月给他发补助 可那点钱根本不够 熊脸的生活费 几乎都是我给出的 后来熊脸有了工作 结婚时 我掏了二十万首付 熊脸每个月还剩下的贷款 我俩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小窝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我 对家庭非常渴望 当熊脸说 要把农村的父母接来住时 我心里乐开了花 觉得终于可以体验一把家的温暖 但我俩的小窝加上两个老人还行 有了孩子肯定不方便 就想着换个大点的房子 让老人和孩子都能住得舒适 为了早点买房 熊脸开始了无休止的加班 而我每天除了去小吃店看看 还加入了美团送外卖 我俩取消了一切需要花钱的活动 晚餐基本都是买超市的打折菜来做 我口红衣服都不买了 只买一些基本的护肤品 就连面膜也几星期才敷一次 加上以前的一些积蓄 七七八八 也差不多有小六十万的样子 虽然离换大房子还差好远 可我觉得 只要我们富其其心 大房子一定买得到 现在熊脸突然着急买小房子 我心里有些打鼓 所以想用家名字的方式来试探一下他 晚上回家 一进屋熊脸就热情的给我换鞋 还做了一桌我爱吃的菜 说是给我补过生日 酒过半旬 熊脸看着我说 老婆 今天我想了想 房子确实应该写你的名字 毕竟那六十万存款里 我只有二十万 而且我的一切本来就属于你 老婆 我爱你 生日快乐 熊脸拿着酒杯热情的看着我 我抬起酒杯和他碰了碰 仿佛回到了刚谈恋爱那会儿 我说 老公 今天我给卖房的朋友打电话问了 他说有套合适的县房 交钱就能拎包入住 需要我先去看看吗 我就知道 还是我老婆最好 熊脸给我夹了爱吃的可乐鸡翅 你最近店里忙就别多操心了 把联系方式给我 我去联系就行 我看着熊脸那笑成花的脸说 好 自从店里推出新品 与您拨拨奶茶后 我和店里的小工 就像陀螺一样 每天忙个不停 每晚回家都是倒头就睡 熊脸他们公司也是加班比较多 一连好几天 我们俩都没怎么好好说话 后来我又请了两个兼职 一下子轻松不少 这天刚忙完 闺蜜就打电话过来 我寻托的说 到画家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闺蜜说 春天来了 比一天天待在你的小破店里 出去玩一趟怎么样 好啊 我随时可以走 我想着现在也不用攒钱 就爽快答应了 闺蜜在那头愣了半天才说 这真是天要下红雨啊 孟杰 你个铁公鸡 终于舍得花钱了 我给熊蕾打电话说 我要去旅游 熊蕾很支持 说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也该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至于房子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只管打钱就行 闺蜜是个美术老师 说是出去玩 其实就是到小乡村写生 看着那些像星星一样 迷人的黄色油菜花 我拍照发了朋友圈 不一会儿就获得了很多赞 没多久就看见老顾客王力 发了条朋友圈说 虽然闻不了花香 可很快就能带着肚子里的宝宝 住进新家 与爸爸团聚 这就是我的春天 看到这话 我关掉了微信 心里酸酸的 要是自己不攒钱买房的话 孩子都会叫妈妈了吧 闺蜜写生结束 我俩就回去了 刚到店里 小公就激动地拉着我说 老板 你们家出大事了 快看看我给你发的视频 我赶紧拿出手机 点开小公给我发的视频 视频里 熊磊和王力 惊慌失措地互相搀扶着 熊磊妈坐在地上哭 熊磊爸指着熊磊妈 你这个狗东西 这房子明明埋给我们住的 你竟然给这个狐狸精 你的良性 是不是被狗吃了 熊磊妈也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 各位 你们平平礼 我和老头一把屎一把尿地 把儿子养大 想着他有孝心 还叫人接我们来城里住 没想到 竟被这狐狸精赶了出来 可怜我那好儿媳呀 真是家门不幸呀 视频还没看完 熊磊就打来电话 我知道 有些事是时候解决了 回到家 熊磊和他爸妈 都坐在沙发上 看见我 就像看见旧姓一样 然而我并不是他们的旧姓 还没等熊磊开口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熊磊看完协议 愣了很久才说 老婆 是我对不起你 婚我可以离 但近身出户这恐怕不行 王丽怀孕了 爸妈也得跟我住 我不能让他们睡大街啊 我就知道熊磊会不同意 又拿出了一份租房合同 看在我们夫妻俩一场的份上 新买的那套房租给你住 一年八万 不可能 熊磊大概没想到 我会做得这么绝 指着我说 本来不想撕破脸了 既然你这么狠 我实话告诉你 新买那套房根本没写你名字 那个房主是我 我的房子 我付什么狗屁租金 我看着熊磊狗急跳墙的样子 我从包里掏出一份房本付印件丢给他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上面写的是我孟杰的大名 那套房我早就买下来了 你去看房子签合同 不过是我花钱请人陪你演的戏 熊磊的脸 记得一阵红一阵白 像是个行走的跑马灯 他挑着眉说 这回我不离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赖这里了 你是没有资格赖这里的 我从包里拿出一组照片丢给熊磊 这些都是你和王立婚内出轨的图片 加上你那火爆的视频 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出轨了 你要是不走的话 我马上报警 我想守在楼下那些记者 对你进警察局的事会很感兴趣吧 熊磊指着我 咬牙切齿的说 孟杰 你真够狠的 随后 拉着他一脸蒙的父母 狠狠的砸门走了 其实 我早就发现熊磊出轨了 我过生日那一晚 熊磊说要给我个惊喜 结果 他十点多 他才醉醺醺的回来 而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只是一碗甜水面 熊磊说他公司签了大单 临时决定在他母校旁边聚餐 所以他特地给我去买的 盐水面是以前我俩谈恋爱时经常去吃的 六块钱一碗便宜实惠 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 当时我心里的怒气消了不少 后来熊磊在沙发上打呼睡着了 怕他着凉 我准备扶他去床上 这时盯的一声 桌上的手机 收到一条微信 听完微信语音后 我咬的后槽牙 遮之下 熊磊竟然和我的老顾客王丽搞闹了一起 我过生日那晚 熊磊根本就不是去参加公司的临时聚餐 而是去参加王丽的生日会 他喝醉酒是因为帮王丽当酒 王丽发微信感谢他 还说会在老地方等他 王丽当时和着语音 一起发来的还有礼物照片 那条薄金项链是之前熊磊说买来送客户的 当时我真是一盆凉水泼起熊磊 我和小三同事过生日 而他送给我六块钱的甜水面 给小三送两千块钱的项链 更可恨的是 我居然还感动了 还说他念旧情 还怕他着凉 呸 我当时就麻溜的把熊磊 拖得紧剩下一条内裤 接着把他丢到卫生间 递着那凉气让熊磊蜷缩成一团 我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回到房间 那天晚上 我把他和王丽的聊天记录翻了个遍 可只有发来的那两条 即使铁证如山的证据在眼前 我也想着 如果他能回头我就原谅他 可王丽前两天刚在朋友圈说 突然想有个家 安放孤寂的灵魂 熊磊酒醒后的第二天 就提出买房 我心里凉透了 为了赚钱买房 我在家里吃糠椰菜 而他竟然要拿着我的血汗钱 讨小三欢心 这样的男人 不离婚 难道要留着过年吗 可转念一想 贸然离婚太便宜那渣男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人才两空 熊磊买房为我提供了好机会 既然他说买房是为了他父母 那我就去接他父母过来 闺蜜约我去玩 我提一去小乡村写生 闺蜜写生的小乡村 就是熊磊的老家 我是打听好熊磊和王丽 搬家的时间把公婆送过去的 时间恰好 人渊到齐 自然就有了网上的视频 虽然这么做有点对不起老人家 但谁让他儿子扎呢 后来网上报道熊磊和王丽 因为视频的事负面影响太大 双双被公司开除 之后好像受不了压力 去了别的城市 闺蜜问我这么做会不会后悔 我说不会 虽然我学历不高 但有感情洁癖呀 别人用过的二手男太脏了 想我好歹也是有颜有才的小富婆 还愁找不到好老公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